嬉嬉到了 大家看看我这个奢华的场景故事 就知道 我今天一定要讲一个非常romantic的话题 情侣们早就为这一天想破头 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够让我跟他那个前人完全不一样 到底怎么做 我才能够致霸我的朋友圈 我跟你说这些想法都太normal了妹妹 形式上的这种虚荣是有什么好炫耀的 是怎样 朋友圈都不是flash 有人给你发讲吗 Anyway 最牛的成功就是让你跟你的伴侣对那一天 那一夜永生难忘 让她每每想到这个气息都会脸红心跳 那么为了那一夜 我们要准备什么 示明一下这些视频都是男女都非常适用的 男生准备这些都会非常的贴心 女生做好这些准备的话也会非常的贴心 而且我觉得一个完美的夜晚就是 双方都需要做出努力的 不仅是说男女女啊 就是男男女女都是啊 来大家对号入座 把笔记本都给我准备好了 把起力给我打在公屏上 第一点 准备好换洗的内裤 在外面过了一整天 你不臭吗 除了一天汗 分泌了一整天的荷尔蒙 你不臭吗 到了房间之后呢 先去洗个澡 然后换洗上一个干净的内裤 我跟你说这个细节真的很加分 我个人是觉得那个先去洗澡的那个人战具有完美的那个优势啊 因为你先出来啊 你会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去换上一套 you know 非常好看的内衣 甚至还可以去做发型呢 但是在我们里面肯定有人会说 但是我们都是一起洗的 ok fine 那你们一起在喜欢出来换上干净的内裤 我真的也是蛮加分的 这个时候再不又会有人说了 不穿男的不行呢 当然可以 your body your choice your内裤 your choice 但是我觉得更高级的seduction 不是完完全全的裸露 而是让人浮想连天 是不 give it all so long 第二点 前一天吃汗蒸 我知道这点听起来就可能会有一点诡异 但是我说实话 我最近皮肤一个变大好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真的爱上了汗蒸 我就是起码一周去一次 因为你去汗蒸的话 你真的会出很多汗 然后答应我 你要是去了汗蒸 你一定要去脱脸啊 如果搓不到五斤 你不要出来 你不要让它停 行吗 把身上的污渍都搓得干干净 而且你整个人会变得特别滑 特别滑 在那一刻你不是人了 你屎海豚啊 然后呢 如果觉得没有条件去汗蒸的话 有个平体版 就是自己在家里面用磨砂膏 脱脱脱脱脱脱 然后一定要着重脱一些这些关节部外 还有你的脖子 很多姐妹跟很多兄弟啊 就是老师洗澡的时候 觉得自己脱得很干净 老师会忽略这些脖子 你能想象 你们正在make out的时候 电光火什么 然后你们又出了很多汗 你能把胃这样顺利的 这个脖颈摸上来 摸到了什么 摸到了三层泥啊 而且这样彻底打磨之后呢 你第二天 你的身体在这灯光下面 它都会是有一吋吋 那种性感跟圣洁的光晕好吗 一整个冰激浴果 家人们 你对上的手 完全在你的身体上面 摸到停不下来 行吗 第三点 必备歌单 这个真的很重要 家人们什么无价 更为无价 歌单选择 一定要谨慎了 不要放着放着 然后宋子英的声音一下子出来了啊 嗨 开心的罗伯 那就在一秒下头我跟你说 一点点那种偏那种R&B的 或者是有一点点那种爵士的感觉 我跟你说 爱美的这么一下子就起来了 第四点 教训蜡烛 等 我觉得它同样就是一个氛围 力气 不仅香 最重要的是那个光 我跟你说 暖黄色 各位家人们 我们的肌肤 尤其是亚洲人 在这种暖光下面 会有多好看吗 在房间里面开个巨大的 两分什么意思 两人一起写作业呢 Anyway 蜡烛 它是闪烁的 它是摇摆的 想上一下你们两个人 纠缠在一起 光线 乌米的主意 身体曲线 很弱又弱 对方的眼睛 微微睁开 有那种 情绪性 离开的感觉 你现在就会上头了吧 当然 注意安全 千万就是不要起火 第五点 防止拉屎臭的那个东西 厕所 芳香颗粒 我觉得可以带 我上一期说过了女生 就是结束之后一定要去尿尿尿 很多人说 没有尿怎么办 没有尿就是在事情之前开始多喝点水嘛 如果恰好你的那个另一半 非常胃弱的话 那你们的气息之夜就会变成干藕之夜 所以呢 我个人觉得带一个这样去除意味的东西呢 就是防坏于未然嘛 防止你 没有下一次 第六个 云图 还有就是润滑油 一定要带 关于这两点的重要性呢 我上次给你已经讲过了 请没有看朋友 赶紧去乖看啊 所以现在看了来得及啊 最后是女生们千万不要听 男生的什么甜言言蜜什么 宝贝 今天晚上真的很特别 那咱们就别带了 然后你就怀孕了啊 无论是多么特别的时间场合啊 我们都要守住自己的底线 我不管外面是灯泡齐民 还是在那走方阵 你都得把套子我带好了 答应我好吗 当然了你可以用一些 比如说带一点娱乐性质的 比如说罗文 男生都懂的啊 你们可以准备好 当然还有一点必须要强调的 就是第二天起来 就怎么保证自己的状态特别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得不提 943眼霜 你看 全他们都是空管 全他们都是空管 包括他们家的熬夜眼霜 跟这个氏黄醇猪肉眼霜 其实他们外观上长得是有一点点像啊 如果你看过很多视频 你就会知道我是他们家野生代言人了 那这款主打氏黄醇的这款呢 不好意思在这看起来有点恶心 因为这个是我攒的空瓶 我准备拍年度空瓶 这款的话呢 我觉得20岁左右就可以用出来 就等你过几年你就会知道什么是预防待遇治疗 这个眼神的话我觉得是聚保湿 聚滋润 因为我觉得蜡蜡臭有点干啊 但我吃惊的话就是一根眼纹 没了 这个眼神的带我能力 我觉得是可圈可点 就用了这么多年下来啊 没有掌握脂肪力 还有就是这个陶瓷头 我很喜欢 叮叮叮 你用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是非常冰冰凉凉的 而且如果你就是把它放在冰箱里面的话 我已经讲过了 或者是你不放冰箱里面 它就很冰 然后你只要再怎么抹的话 就会有一个消肿的作用给的 眼睛这圈你慢慢的用的话 你会感觉你的皮肤是慢慢的变细腻啊 Anyway 如果你用湿黄唇的这个话呢 那你记得白天一定要做好防晒 你看像我就是一个在家里面的录制品 就是戴上帽子的动作 又今天太阳真的太搭了 一般就是晚上用这个湿黄唇 白天用这个矮熬夜眼霜啊 OK 所以他第二天醒来就是 就是看见一个眼睛水汪汪 亮堂堂的你 第六个就是内衣 内衣的话其实男女生都有 因为我听我身边的很多gay朋友说 男生也会有很多那种可以穿的那种制服什么的 但在这边担心冒犯到职业的话 我就不说了 当然没有说只有gay guy可以穿制服的意思 直男也可以穿啊 当然没有说只有男人可以穿的意思 女人也可以穿 of course 那天晚上你们可以准备一些 跟平常不一样的妆啊 别的这种爱好的话 就是挺在合理范围之内的 你看就是像国外的话 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什么 变装party啊 roleplay啊什么blblbl 双方都愿意 没有任何一方抢过另一方 而且你们也没有伤害到别人的话 在你们的房间里面就是you know it's your choice 而且我想比很多女生 你有的时候看古装片 或者是看警匪片 或者是看绿真片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会有一点话想 嗯 按男生我就不用说了啊 如果有一点我想补充呢 如果你们要出去caref on 我是非常鼓励你们带自己的牙刷 因为我知道有点会提供一次性的 但是我觉得你们用一次就真的 我个人觉得不是很环保 你们带自己的东西出去的话 比如说我跟我的伴侣这样出去 我发现她带了自己的这些洗衣服品的话 我会对她自身好感应 我觉得这个人是还蛮贴心的 不仅关心她的牙齿在关心地球啊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对大家小小的故意吧 当然当然了为了让那个美好的一天 更加的特别的话 我觉得你们也可以戴一些眼罩 啊眼罩 因为它不仅就是可以就是spice it up 你戴上的话 你可能第二天不容易被阳光叫醒 因为我是一个那种 只要有阳光就会被叫醒的女人 对 把我叫醒只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就是阳光把我叫醒 第二种就是被男人吻起 但是众所周知已经很久没有男人了 所以的话这整个半年都是在婚睡当中 我 当然了你们也可以带一点小皮带啊对吧 绳子啊 比如说你们有行李要包啊 各种各样 我觉得都很适用 或者是一些小玩具啊 当然了 我说的都是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 不要出现一方 压制另一方一方 强迫另一方这样 OK 然后呢如果你关心的话 在七星那天晚上呢 我会自己在家里面放着我喜爱的古典音乐 然后拿着我想看的四本书 整齐的放在我面前 我想看那本我就看那本 然后我还会自己开点酒吧 不是麻烦B站看清楚啊 我现在是拿着这个女婿新裙啊 再往自己的杯子里面倒啊 我没有喝酒啊 我是那种很健康的 不会不行吧 Anyway I wish you 请不吝点赞 订阅